今晚我們為何有個節目呢? 大家都看到為何平日不是星期一出街的動漫無雙 原來不是,為何有不同在Youtube播放? 當然,因為我們這次是何馬仔主持的 這次請了一位插畫師,是香港的插畫師 為何呢?為何這次換房? 因為插畫師就是在尖沙咀在一間叫Allegritto的咖啡室 舉起人一個個人的插畫展 當然歡迎Yanny Chow,Yanny Hello,我是Yanny 其實我們之前曾經在咖啡室裡 批訪問她一次 沒錯,因為我自己太緊張 所以又要一張麻煩,或者再錄一次 不要緊的,那次是彩排 我們也看過那天咖啡室 但是我記得插畫展大概都有二、三百尺的地方 是的,其實它是佔了在這間咖啡室裡 三分一左右的位置 是的,當然咖啡室裡當然是有咖啡之餘 當然有很多消息 當然消息之餘,我們當然是一角 所以她給了Yanny 今次做她的插畫師 那我第一次恭喜你 多謝 都要說一下,但如果要回想的話 由你小時候開始 是不是成為插畫師已經是你小時候的夢想 還是有什麼啟機來啟發你成為一個插畫師呢? 其實小時候 最初就沒有想到一定要做一個插畫師 只是知道自己很喜歡畫畫 每一天都在不停地畫 所以最初其實比起插畫師 會在想到我要做一個畫家 或者做一個藝術家 做藝術家 不過有沒有藝術家 大家都知道藝術家有很多 很多種類型的形狀 例如做裝置藝術 也有其他的藝術 不是只是畫畫 或者其他的 那些是雕塑 那時候你會 純粹是想成為畫畫的藝術家 是的,因為自己真的比較喜歡畫畫 比起農作更加喜歡畫畫 嗯,那所以就一早就有這個才能去做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自己實在畫得 因為每一天都在畫 有些覺得好像放下了 好像沒了某些東西 所以其實某程度都好像停不到 不停地畫 只知道自己很喜歡畫畫 哦,那當然不要緊 當然啦,工多就是藝術 那我們都要說一句 我記得你是修讀動畫媒體藝術 但是在之前讀這個動畫媒體藝術 有沒有遇到一些選科的阻力呢? 例如可不可以說一下 但是修讀的時候 你修讀之後 有什麼樂趣和困難? 有什麼從中學習到 和最深刻的呢? 其實最初在選這個媒體藝術動畫之前 主要是因為香港播放的動畫 主要是由日本動畫為主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我喜歡日本動畫 那不如我就讀動畫啦 所以結果在修讀的時候 讀了動畫 最後就學了這個主流的 Adobe的程式系列 譬如Photoshop AS Rater After Effects 那一堆 還有另外還學了一些 Maya iMovie 那些的程式 那當然啦 你說他很有興趣日本動畫 那是阻力多不多去選這個科目的時候? 選這個科目的時候 其實就因為 都主要是因為自己喜歡 所以就 好啦來啦 那就讀啦 所以就一鼓作氣去讀 也是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 最初有得讓我選擇 譬如他有很多個科目 有些是電影 或者有些是互動媒體那些 那我試 其實他那時候那個課程 都有讓我嘗試了這麼多樣東西 但是最後還是覺得動畫 是自己比較喜歡的那一課 嗯 那當然啦 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 畢業你畢業是動畫 畢業那邊 但是你還是仍然以插畫師為目標呢? 但是當然 成為了插畫師的路 其實是有多困難 中間有沒有想過放棄呢? 嗯 其實呢 最初畢業出來的時候 因為真的讀動畫 那所以就想 啊 不如去一些動畫公司那裏 試試做吧 那 但是香港的2D動畫呢 他就會是要求大家 去跟著原畫去畫的 那 在 因為我去了實習的曾經 那實習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 跟著自己的風格畫 還有 好像 跟著原畫師畫呢 有點像被人 誇死了 沒有了自己 可以自由地畫的那種感覺 那 所以呢 就 令到我 某程度地放棄了 做一位 動畫師 那 OK 那這個困難處 中間 結果中間 都想 成為插畫師之後 你成為了插畫師之後 有沒有想放棄呢? 其實 沒什麼想到這方面的問題 反而 成為插畫師 成為插畫師 很困難 成為插畫師 其實 最主要就是 因為插畫師 和商業 有太多的掛勾 所以 變了 要經常跟客人 研究一下 究竟 我那種風格 是否真的適合他 然後 我那種風格 是否真的可以 令到他的商品 適合他的商品 或者適合他的形象 那樣東西 所以變了 跟客人溝通上面 會出現了這個困難 所以 communication 最重要 就是我們說 解決的關鍵 就是要跟他們溝通 了解 大家想要什麼 大家可能會想一想 如是有一種調和的感覺 是啊 沒錯 那就會是 互相磨合 看看會不會做到一個 真是最圓灰的合作 嗯 好 之前 知道你是參加過同人畫展 同人展覽 不是畫展的 參加過同人活動 以及這些工作 有沒有什麼啟發 如果你是參加同人活動 我知道你參加過CWD 以及RG 是不是 是啊 其實之前都有參加同人活動 應該那個時期 應該都玩了四五年左右 由最初由CWD 到看著有RG 看著有CWD 出現 那時候 最初也是由日本的二次創作開始玩的 那時候最喜歡畫什麼 最喜歡畫 其實我自己都很廣泛 因為 最初 等一下 最初 好像那個時候 是不是雷格少年 好 是D-Rayman那一集 我開始玩的時候 是D-Rayman 那我去到最後 我玩的那一本二次創作 應該是三國字大戰 啊 那也挺廣泛的 是 比較難換一點 因為我自己 是有打機的 所以是由這個動漫 到這個遊戲 遊戲那一邊 我都有玩過自己 那對你那個 平時做插畫師的工作 有沒有啟發呢 啟發 其實 覺得 因為我其實在玩完二次 日本二次創作之後 試了玩了一本 是原創的 那時候其實就發現 原來 只要那個題材 適合到大家的話 其實都有不同的人士 會想去看一下你的作品 那 所以其實同仁場 我覺得都是一個 挺好的 可以給大家去試一下不同風格 不同作品的一個地方 嗯 當然啦 你說說到香港的同仁活動發展又怎樣呢 其實這樣 我知道你都玩了幾年了 同仁場之中有什麼領會呢 你感覺上香港的同仁場發展又會如何呢 還有覺得 要成為插畫師 可不可以用同仁場來試金石啊 其實就 好像剛才說 其實 因為都 香港同仁場 其實他們的那個接受能力其實高了很多 特別近年其實有很多原創啊 甚至乎有些原創街那些 他們都開始在同仁場那裡試啊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同仁場都是一個頗好的使金石的地方 嗯 嗯 但是我就想問了 覺得香港的同仁場呢 其實在同仁活動是否還有發展空間呢 嗯 雖然近年好像聽聞說 變了很多 說只有某幾套大的動漫會是在那個場裡面發展 但是其實 嗯 我覺得畫風方面 因為日本那邊呢 他們試的畫風都多了 那所以 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在同仁場可以試到幾種畫風 我覺得都挺好的 嗯 那當然啦 所以要回到插畫師的生涯啦 那 成為了插畫師之後 要面對的困難比預期多啊 還是少呢 還有困難大概會為什麼呢 嗯 最大的困難都是這個 和這個 這個 之間的那個 磨合啦 因為有時候 其實他想表達那樣東西 可能 未必是我那隻畫風可以表達到的 就要 嗯 儘量試一下和他們溝通一下 或者看看我的畫 可以怎樣就回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想表達的那樣東西啦 那 那這個是 所以這個會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啦 那另外 所以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啦 那 然後 其實我也很想要一個經理人 那 但是其實我有沒有 比較 在金錢上 比較 比較 所以 所以 難一點 為了靠自己 這件事情 嗯 但是 說一說 我們都知道 被你困難 可能會覺得這些東西更加困難 但是我想問 你 說一下 成為插畫師 在香港發展的途徑又會如何 有沒有想過想去外國發展呢 一路都 其實我自己呢 都有在Facebook 和Instagram 都有開一些是我自己插畫的一些專業 那 那 因為現在呢 這些 這些社交平台 其實是 散播自己的作品來講 那 其實都是 比較方便 和散播性比較強的一些平台來的 嗯 那 有沒有想過去外國發展呢 外國發展方面的話 其實自己 暫時 就在公司那裡 都有曾經幫過一些 外國的一些兒童圖書有出過書的 那 希望之後 會繼續 陸陸續續會有 不同的國家 或者 看看會不會有不同的合作機會 嗯 那就知道你對貓有興趣 有沒有想過是這個影響到你的創作方向呢 還有本身有沒有向這個題材發展的空間呢 其實呢 一定有的這個 因為 晚上又是一起睡覺 每一天都要對著牠 早上 從起床那一刻 已經看著牠去睡覺 那一天又是 那 所以 其實我自己 那些作品裡面 其實 會經常性 就會有隻貓走過 那 特別是隻肥貓 因為那隻肥貓 其實是 我自己本身是 貓仔來的 那 我的兒子 都陪了我差不多 七年幾百年 其實有很多小的故事在牠身上發生過 那我自己又想記錄過 記錄了牠們 嗯 那 貓的興趣 就像我們之前知道的Cusson 又是有養貓 那 好啦 那現在 有一位年輕人 突然說 喂 Yanny大師 想說 我要成為插畫師 你有沒有什麼 忠告給牠呢 嗯 其實 也不算是忠告的 因為 怎麼說呢 我只可以說 自己大約的經驗 那 我自己就覺得 看很多不同人的畫風啊 看多些不同風格 另外也會想做一些跟插畫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那為什麼呢 因為自己覺得好像 雖然好像感覺上是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慢慢 逐漸逐漸存起來之後 其實就會變成自己身上發生的故事 就會成為了一些 我自己找到的題材 那 例如 其實我自己 有打羽毛球 那我也有曾經畫過 少少跟羽毛球有關係的畫 那 譬如 有 之前曾幾學時 對這個肚皮毛有興趣 那 都嘗試了 我畫過一些關於肚皮毛的畫 那樣都有的 嗯 那當然 就多方向發展了 那 其實大家 都是多些去狩獵不同的題材 那 應該這樣說 那好啦 那說回這次的畫展 是 關於這個展覽 其實我自己 最主要是想說回 關於夢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 在 成長的過程中 應該說 現在長大了之後 發現自己 好像少了 很多夢 那 所以 還有 也想透過 因為我黎仙王有先鏡 這個故事 是和夢有關 那 希望大家可以 在我的展覽裡面 可以 想起自己曾經發過的夢 追求回曾經的夢 那樣 嗯 就是這樣 那當然 那在Wonderland 最喜歡什麼角色? 嗯 如果 因為 其實 每一個角色都很重要 那 如果 要說的話 其實我自己 會 喜歡 艾利斯 那當然 另外就是 因為 都很喜歡貓 所以 笑面貓 我也是很喜歡這個角色的 嗯 那 要成立這次畫展 都很多東西要做 有沒有一些小提示 和準備功夫 可以教大家的呢? 嗯 嗯 天使 或者功夫 呢 主要是 要周圍認識更多些人 都敢跟別人說 關於自己是 一個 插畫的人 那 還有 以前 在同仁場畫的時候 經常都覺得 好像 回本很重要 這樣 或者 又 應該都很難可以做到回本 這件事 所以 唯有自己可以在想 啊 我的錢 花了之後 但是 其實我可以得到一些 不是錢的東西 可以買回來的東西 嗯 那好吧 這次很感謝你的訪問 最後 有沒有什麼 跟我們的聽眾 說幾句呢? 嗯 我會繼續努力創作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作品 可以在Facebook找回我的 找回Yanny Chow Illustration 去追蹤我的作品 好 今天 麻煩Yanny 我們繼續動漫無聲 我們星期一繼續有正本節目 我們今次的Extra節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就是這樣 拜拜